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来听地藏经的众生实在太多了 佛陀也数不清 耳时释迦牟尼佛 告文书施利法王子菩萨摩赫萨 乳观是一切诸佛菩萨 及天龙鬼神 此世界 他世界 此国土 他国土 如是今来集会 道道立天者 辱之数不 文书施利法佛言 世尊 若以我神力 千劫策夺 不能得知 当时 释迦牟尼佛 就问文书菩萨 依你看 来参加今天法会的 一切诸佛菩萨 天龙鬼神 从这个世界来的 还有他方世界来 从这个国土来的 还有他方国土来的 今天都来集会 来到道立天宫 你能知道 他们有多少吗 文书菩萨就对佛说 佛陀啊 世尊 就算以我的智慧神力 千劫策夺 花再多时间计算 不能得知 也算不清楚的 佛告文书事例 无以佛眼观顾 由不尽数 此皆是地藏菩萨 久远皆来 以夺 当夺 为度 以成就 当成就 为成就 接着佛陀也说 就算我以我的佛眼来看 也数不清楚 佛眼 能在瞬间 看清当下的一切 这说明 来到立天参加法会的众生 实在太多了 人眼是什么眼 是肉眼 肉眼与佛眼 有多大差别呢 十万八千里 肉眼只能看到自己的欲望 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只能看到很微小的局部 此皆是地藏菩萨 久远皆来 以夺 当夺 为度 以成就 当成就 为成就 整部地藏经 到这里地藏菩萨才正式登场 地藏菩萨这个主角才正式出现 才从佛陀的口里说出了地藏菩萨 此皆是地藏菩萨 久远皆来 以夺 当夺 为度 以成就 当成就 为成就 来到刀立天的所有这些佛菩萨 天龙鬼神 不可数的所有众生 都是因为地藏王菩萨 以度 以成就 以度脱 以解脱的众生 当度 当成就 正在度脱 正在解脱的众生 为度 为成就 尚未度脱 尚未解脱的众生 文书施力白佛言 世尊 我已过去久修善根 正无碍智 文佛所言 即当信寿 小果生文 天龙八步 即未来是诸众生的 虽文如来诚实之语 避怀疑惑 摄氏鼎兽 未免心棒 唯愿世尊 广说地藏菩萨摩赫萨 因地做何行 立何愿 而能成就不思一事 这里 文书菩萨提出了他的疑惑 他说 世尊呀 以我修行佛法累积的智慧 我已正的无碍智 文佛所言 即当信寿 我听你这么说 我当即就会相信 小果生文 天龙八步 即未来是诸众生的 就是那些对于佛法了解不深的人 小果生文 天龙八步 这是指那些尚未觉悟解脱的众生 即未来是诸众生的 未来是诸众生 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 当然我们的后代 也是未来是诸众生 虽文如来诚实之语 避怀疑惑 尽管他们有机缘 读到经文里面 你所说的这些真实的话语 避怀疑惑 他们也必然会很疑惑的 我们疑惑的是什么 因为前面佛陀说 在道立天来听法会的这些无量无边的众生 包括佛菩萨 天龙鬼神 都是地藏王菩萨以夺 当夺 未度的众生 文殊菩萨他听到这么一说 他是相信的 同时 文殊菩萨也提出了他的疑虑 就是 那未来时的众生 他们会相信吗 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他们必然会怀疑 摄石鼎兽 未免心棒 即使用各种善巧的方法让他们相信接受 也难以去除他们内心的疑惑 为避免这些众生说出诽谤的话语 或是说出不相信的话语来 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赫萨 因地做何行 立何愿 而能成就不思一事 我心中有个很大的愿望 唯愿世尊 希望佛陀你能解说一下 地藏王菩萨 他做了一些什么 立何愿 发了什么愿望 而能够成就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对于经文 不仅我们听起来会疑惑 文殊菩萨也遇见到了我们所有的众生 再听到佛陀这么说 都会疑惑的 所以呢 他才请求佛陀仔细地解说 地藏王菩萨是怎么样做的 度脱了这么多众生 地藏王菩萨是怎么样做的 能让这么多众生得到了解脱 他当时是发下了什么样的愿望 而让这么多众生得到觉悟解脱的 文殊菩萨问佛陀 地藏王菩萨做了些什么 发了些什么心愿 然后成就了那么众生来听佛陀讲地藏经 因为佛陀在讲地藏经的时候 除了佛菩萨来集会以外 还有很多的天龙鬼神 都来听佛陀讲地藏经 佛陀就说 这都是因为地藏王菩萨的因缘造成的 才有这么多众生来听地藏王经 文殊菩萨就问佛陀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众生愿意来了解地藏经 当年地藏王菩萨发了什么样的心愿 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结果 接下来佛陀就一一回答了文殊菩萨的问题 开始了地藏经的正式讲解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